三年前我欠下了一千万 我用两年时间全部还清 我在这个平台是小船区的天花板 如果我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好 跟我们讲一讲 你的一千万到底是怎样欠出来 欠一千万是结果 它时间是有因的 它这个故事很长的 讲关键节点 出了一次车祸 赔了一些钱 我二店的房东他当时看到我一下 这两个事件都是把现金流给他断掉了 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老张人 当时生病 把所有的人动得起 他已经不叫现金流了 就叫一页款都拿去到医院了 不到三百万 其实埋下了一个种子 17年虽然把这个钱还清了 当时我舍里面依然还是没有流动资金的 但是17年你一下子把他买了之后 我当时的自信心是极度的爆棚的 不到30岁 我三百万 我一年我也给他还上了 然后18年的时候就比较激进了 就是把店面全部拆了重装 这里面没有现金流 没有现金流就去借款上社会去借钱 有一分利的 甚至借到高利 开中墙补锡箱一样 就把这个债务给堆起来了 现在故事已经过去了 我才知道 如果当时我选择不诚信 我就不可能签这么多钱 怎么讲 在借任何一笔钱的时候 你给答应要什么时候还 你就要什么时候还 当时的现金流是跟不上的 这个时候你就得想办法借钱 去把这个钱还上 你答应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兑现 为了兑现而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人公开了我 签他的钱没还 他当时采取了一些很极端的一个手段 唱红打黑 打黑的就是这帮人 闹出来之后 舆论就发酵了 所有人都知道 我欠钱没还上 然后还欠了高利贷 大家就害怕了 一害怕了之后 大家就排长队过来要钱了 排队那个车 要账那个车 500米左右 街道上去 全是车 全是要账的 办公室都得排队来 你们现在外面等一下 里面在谈着呢 那你出名了 那臭名元扬 你当时什么心情 我回头想一想 我那些解释 其实就是副业 就怎么才能让他回去 三个月之后给你钱 两个月之后给你钱 那全是空头支票 因为电荷在运营 三个月两个后 也确实有钱进账 这么多人你都欠钱 你到底还给谁呢 三个月之后 现在50万 你欠了1000万 你说你还给谁 还谁你还没明白 把所有人都答应了一遍的时候 第二次的时候 时间到了之后 人家又来要钱 你又还不上 当时信用已经破产了 实话实说 我真的不想信用破产 我认为我是绝对 就很自信 意气风发 对意气风发 人家都说叫下转下转 就这种 然后负债之后 这个人废了 没用了 电话都不接我的 就是这种情况 基本上所有经历负债的人 都会经历过 我所说的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 我每天手机里面的电话 我是开免打 上下没有声音 但是能看到电话 晚上我就打开一看 都五六百个电话 一个人打不同的电话 他能给你打七八十个 就一直打你 一直打 催在的 对 一直到大连三十 过了连三十 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连关连关 得做实体的人来说 连关是真正在过关 一年一个关 当时最让你绝望的事是什么 比较信任的人的一个背叛 18年的时候 他带走了 我唯一一笔 留着的钱 这笔钱是留着发工资的 他把这笔钱拿走了 到大连三十的时候 什么人的电话 我都可以不接 员工的工资 一直都要发的 但到年底的时候 这笔钱被拿走了 我可以对 我的所有供应商实信 我可以敷衍他们一次 我失信他们一次 明年我东山再起 我继续来 但是员工失信的 可就不是小事情 员工也知道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过年的时候 员工还给我发了个红包 那时候我还有 4000平米的电 我作为一个老板 连200块钱的红包都发不出来 当时有没有想过放弃 想过 生死这边走一走 反而就开朗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 其他的故事 门上 那边用红漆喷着 欠债还钱 天津第一 隔几天晚上 他就回来给你 泼一点粪便 什么东西给你钥匙红堵上 这些都经历过 其实我能看开很多事情 就是因为那一年的经历 那一年的经历 让我不仅看到了人性 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险恶 所以我经常说 我从黑暗中来 我更向往光明 不能去做坏事 重新理一下自己的人生 不开了 不干了 我宁愿去打工 打工每个月我赚一点 当时我脑子里面 就欠700万 五年还不还钱吗 在这个时候 还钱还有个故事 给欠10万的 我给他还5000 欠的越少 我就还的越少 就是为了把所有人 一块八毛八 我还人家一块八 人家给我转个这188 看我可怜 给我转红包来了 收了之后 我就继续去还给别人 但是也都是 几时几时的这样去还 能借到钱的人 全都借了一遍吧 只有一位都不借 因为他太穷了 所以我没跟他借钱 就这个人 在19年年底的时候 救了我一命 我说情况你知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 现在我们圈子里面 谁不知道你呀 哪个同学不知道你呀 都不能跟你联系 你都塌掉了 跟你联系就肯定借钱的 你给我打电话干啥 你啥事 说我在收钱 我没有路费回家了 你给我打个二十百块钱 回家过年 我只有两千块钱 我回家还得花花红包 我借你一千 我们一言一半 我还钱的时候也没有 因为他借我一千块钱 我就还他两千 我没有这样做 这个时候还多少钱 都没有用的 还两千 我还五千 给一万 那不然我把恩情都断掉了 这份恩情就在心里 这是一辈子都就爆炸了 人这一生经历的 真的是跌宕起伏 跟过山车一样 以前那些创业的经历 最主要的是 那些失败的经验靠谱 那写念念的教训 那让我避好多坑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 对比一下 我以前的失败经验 我这个东西不能做 干了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我认为 那一千块钱交了学费 瞬间就推并成了 真正的想安安静静做事 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 做了抖音小程序 小程序的直播间 然后我剪了一条视频 就一张图片 挂个链接 赚七毛钱 他能赚七毛 他就不一样了 做了两个月 当时报了一条视频 赚了一万两千多 不一样了 制作也简单 也没有什么规则的约束 平台的规则很快就来了 就这个项目好像要死掉了 这什么概念 我已经赚钱了 只要这个项目在 我就努力干 五年还款计划 就有可能实现 如果这个项目不在了 那肯定不行 我当时的想法是 我要整顿这个赛道 平台限制的自己的 内容的质量 那我们如果能把 内容质量做更高呢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团队就开始研究 做更好的内容 把内容质量提升起来 破绝了 真的是走出来了 一条视频几万几万几十万 很正常 你的会员现在有多少个 4.3万人 给你付过费的 对 三年来给我付过费 多少钱一个 990 那交付什么东西给他们 怎么去做考虑的视频就赚钱 达到你这个目标 占面多少 36% 是有统计的 那剩下的那64%呢 大部分人 他去参加一个项目 或者是做一件事情 很快的就会放弃 其实进步成本很低 因为他客单价很低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9万9 他就不会这么静默了 有没有差评 有差评 千分之三 那么清晰 每个月有多少个差评 我们肯定统计 清清白白的 我们是接受到一线的负面的 所以普通的钱确实不好赚 要让更多的人参与 更多人拿到结果 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 他们更相信他身边的人说的话 在抖音里边做小同学推广的人 你的人占比多少 怎么说一点一半以上吧 甚至我都是保守说的 这一点我们很自信 凭什么你把这个事做成了呢 是因为我不赚钱啊 我虽然还钱了1000万 我这钱不是会员给我贡献的 我自己我做视频我赚出来的 我以为你的1000万是靠做会员 不是 还完在这件事情公布之后 很多人知道我们能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很多人加入了这个 咱们的体系里面 现在让你和三年前那个身无分文 附在千万 成为家族词的那个自己 你想对他说什么 自信可以不要自负 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行 自己什么都能搞得定 这个世界不需要什么都能做的莽夫 需要一个能统筹全局的元帅 我还要跟他说一句话 学会管钱